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一部父子俩意外交换身体的奇幻喜剧《开心大冒险》 开心和爸爸虽然同处一个屋檐下 但开心却觉得爸爸根本就不了解自己 爸爸除了自己的工作就只关心他的成绩 因此父子俩之间有了一层隔阂 爸爸其实也不容易 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 上班时还总是受老总的窝囊气 老总连在电梯里打屁也要来在他身上 不过老总的女儿似乎对老爸有意思 而开心就和很多小伙伴一样 爱睡懒觉,经常考试挂红灯 在学校被小霸王欺负 还被摔坏了车磨大赛的汽车模型 这天老爸的车坏了 老总的女儿开车送他回家 这一幕刚好被开心看到 小伙伴都调侃 那是开心的新妈妈 开心觉得爸爸忘记了死去的妈妈 父子俩因此大闹了一场矛盾 就在这时 屋子剧烈地抖动起来 书柜倒向了开心 爸爸为了救开心把他护在了身下 结果神奇的事发生了 父子俩居然交换了身体 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 商量一番 他们觉得是撞击导致的交换 但任凭他们怎么尝试 身体就是换不回来 这种情况说出去 也不会有人相信 而且老爸有例会要开 开心还有一场数学考试要考 无奈之下 只好由开心替爸爸去上班 爸爸替开心去上学 在车上老爸对开心一番嘱托 让他有什么不会的 就低着头微笑 老爸去学校后 立马被小霸王欺负拦截 但现在的开心已经变成了老爸 已经不再怕小霸王 三下五周二就把小霸王收拾了一顿 还成为了小伙伴的偶像 但老爸同时也明白了 学生考试的困难 而开心用老爸的卡刷了一大堆玩具 还买了一个游戏机在家里玩 结果老爸一回家就是一顿胖豆 邻居大婶看到爸爸打开心一脸懵 就让这儿子打爸爸简直是反了 为了不穿帮 爸爸又让开心打自己 很快老总的女儿约开心吃饭 开心却只顾着吃冰淇淋 还脱口而出喊人家阿姨 爸爸接到电话立马赶了过来 却意外得知了老总女儿对自己的一片真心 开心却因此和爸爸的矛盾加深 第二天在公司开会的时候 开心从孩子的角度向老总提出了意见 老总觉得开心的想法非常新颖 让他第二天做一份企划案 但开心根本就不会写什么企划案 这也让开心意识到老爸的工作多么不容易 而老爸在学校也看到了开心之前写的作文 正好写的是关于自己的爸爸 他这才明白开心一直都很爱他 为了完成开心参加车磨大赛的心愿 老爸和小伙伴决定去玩具场找工具凶模型 与此同时 一个偷到环伙偷了钻石 把钻石藏在小熊玩偶里偷渡去香港 在路上却意外撞倒了一个装满玩偶的货车 钻石玩偶也在慌乱中被扔进货车 偷到团伙为了找回钻石跑去了工厂 而开心因为写不出企划案 决定到工厂看玩具找灵感 就这样三伙人先后来到工厂 开心和劳宗女儿被反派抓住绑了起来 最先来的老爸发现后准备打电话报警 谁知电话线被剪了 虽然爸爸身手厉害 但小孩的身体根本就斗不过那么多大人 老爸和小伙伴想了个对策 利用现成的玩具制成陷阱 把几个匪徒玩得传传转 老爸还找出了他们的钻石玩偶 匪徒为了抢回玩偶去追老爸 小伙伴连忙解开绑住开心的绳子 就在老爸被匪徒一脚踢下楼梯时 开心连忙扑过去护住了爸爸 一旁的柜子倒下来砸中了父子俩 就是这一砸让两个人的身体换了回来 恢复身体的老爸立马把匪徒一顿胖揍 最后警察来到工厂抓住了匪徒 而父子俩也重归于好 开心也在和老总女儿相处之后 开始接受了这个新妈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当和家人产生矛盾时 或许学会换位思考 可以让更多问题迎刃而解哦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